一场精彩的讲座 今天遇到这边来举行一次 可以说是一个序讲座 然后下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 欢迎陈老师做讲座 谢谢大家 好 各位同学 晚上好 昨天我在 在西区读了一个讲座 是从预言 来看庄子的人生境界 当老师讲课来希望站着讲 当官员的就喜欢坐着讲 所以我觉得站着讲呢 能够跟大家有一个感情的交流 大家都是互相能看得见 这个讲台设计的不好 如果坐着呢 可能你就看到我的一半的头 我也看不到大家 昨天讲的是 我们选择了庄子的预言 来看看庄子的人生境界 实际上呢就是希望大家去读庄子 今天呢就是讲如何读庄子 我们现在提上去读经典 是因为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 但是如何读经典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一个难题 很多同学讲确实很好 但是我读不懂读不下去 确实成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就把我自己在读庄子 或者说相应的读经典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 一些理解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因为我本人就不是搞文科的 我是搞电力系统机器自动化的 所以可能跟在座的很多同学呢 类似的 就是不是这样的本专业 就是我某个话讲之后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是以一个票友的身份 偶然的射走这个领域 然后呢 就要花比科班的人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有更多的体会 但是同时也有更多的收获 因为你的付出跟收获 一般情况是成正比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人生呢都很紧张 很忙碌 所以很多人感到自己 似乎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读 所以最好希望有人做一些适当的介绍 引导 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昨天讲过 我们现在兴起了一种文化热 或者有人叫国学热 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热起来 还是一个非常表层的一种现象 它的表现呢 就是可以有些人来听讲座 都介绍 用一种快餐文化的方式 知道一点皮毛 以为就热起来了 或者某某人出了一本书 大家都去买 很多人买回去了 不一定都看 即使你看了 恐怕还没有人 去真正回过去读原本 读原本 读文本 所以我也讲了 于丹 谈他的论语心得 装置心得 所以就有几位博士 写书 来反驳他 一方面找他讲座当中的一些确点错误 另一方面呢 又对当前这种社会现象 表示了一种忧虑 所以出的书名叫孔子很着急 就是因为大家去读语丹 不去读论语 不去读孔子 所以孔子就会着急了 然后另外的书就是说 去读庄子心得 而不去读庄子 所以他说 庄子会很生气 实际上 我昨天有分析了 庄子如果活到今天 他不会生气 他生气他就不是庄子 那我们今天就要 从庄子的文本 来看一看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昨天介绍了 庄子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一共是33篇 分为内篇7篇 外篇15篇 杂篇11篇 而且认为内篇的7篇 是庄子本人写的 这里面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人认为这7篇 可能都是杂乱无章的 因为它的话题 不完全一样 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是很系统的 我通过读庄子 特别读内篇篇 我本人感到内篇篇是很完整的 很严谨的一个整体 而《烧阳游》是它的第一篇 中国的经典有一个特点 凡是开篇之作 一定要特别的留心 对于我们把握他这个人 以及他整个的思想 是最重要的 这个特点呢 可能一般人不注意 只有读到一定程度 才会有这个体会 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些例子 论语 总共有20篇500章 一万多字 20篇的第一篇叫《学儿篇》 这一篇 是它整个20篇当中 很重要的一篇 因为孔子是一个教育家 生前教过那么多的学生 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所以他对教育 有很深的体会 所以他还教他的学生 如何去学 学什么 所以《学儿篇》就非常重要 在《落实》上它的第一篇 第一章 子曰 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夫 有朋志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之乎 就这样的一章 我曾经读了一次讲座 就专门讲这一章 到底有什么含义 我们一般的人读完了 就一下读过去了 就是讲 学然后赶紧复习 就像我们老师讲的 回去赶紧复习 朋友来了很高兴 可以一起见见面聊天 吃一吃喝一喝 人之常情 别人不了解你就不要生气 这个人就是君子 好像似乎也了解这个意思 但是实际上跟孔子所要表达的兴趣 兴习呢是相去甚远 我们随便讲几点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学习这两个字 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什么叫学什么叫习 一般认为习就是福习温习 实际上不对的 诸习就说 一个人从不知不能 或者叫未知未能 而求知求能 未知学 你不会 然后想会就要学 会了之后呢 不能停止 从以知以能 而行之不以 未知习 虽然你已经知道了 会了 但是还要去行之不以 这里叫习 所谓习就不是福习 不是文习 而是行 就是实践 所以有人如果要把它翻成英语 我们看到很多翻译 英语的能语版本 都是把它用repeat 这个词来翻译 learn and repeat 这是错了 所以如果你要翻译 应该是learn and practice 这才是能够表达 孔子他的原语 实 什么叫实 不是吉时 而是实时 不是说老师一脚 你马上就去复习 实就是要把握恰当的实机 实这个概念 在轮运中出现了很多次 每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含义 而且它非常重视实 像这些地方 就需要我们读经典要特别注意 我把这三件事情称之为 孔子的人生态度 人生的三见乐趣 叫孔子三乐 低乐 学习之乐 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学习实践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还有不过创新 创新也是实践当中出现的一种成果 第二个乐趣 就是朋友之乐 朋友来了 干什么 我曾经找过一个 明朝王亚明的弟子 叫王给 他的一段话来讲述 朋友来 为什么来 你如何对待他 一段很精疲的讲话 而且说 什么叫鹏 什么叫有 论述得很清楚 同门为鹏 同志为有 我们今天把朋友变成一个词 叫我们在座的 同一个学校的 出自同门 可以称作鹏 但是不一定是有 每个人志向不同 只有相同的志向才能成为理由 第三个乐趣 我把成为叫不孕之乐 不孕立得为不生气 其实不生气就是一种乐趣 我们人平常碰到不高兴的事情 就很容易生气 就很容易生气 一生气就失去了乐趣 所以不孕是一种乐趣 是一种很高境界的乐趣 只有君子才能够欣赏它 而下下君子这两个字 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最集中的体现 我查过 在整篇的论语当中 君子出现的次数 是最多的 最多的一个字 人 人爱 大家知道孔子中心是一百零九次 君子一百零八次 所以我认为读完了论语之后 我得了影响 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君子之学 怎么成为一个君子 从学习开始 然后一步一步的 这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例子 你可以体会到 读经典第一篇 第一章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再比如老子的《道德经》 八十一章 五千多字 第一章 我们都熟悉的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 有明万物之明 故常无欲 以观其调 有欲 以观其调 承二者 同出而易淫 同位之旋 旋之又旋 众庙之门 读完这一章 得到什么印象 就讲的旋 这就是老子《道德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所以无怪乎把他的书称为旋学的三部书之一 魏晋南北朝 我要知道他的思想就是以旋学为主 而中国整个的几千年的文化 从思想的角度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这就是先秦的子学 诸子百家 第二个阶段 两汉的经学 西汉东汉 因为当时推崇儒家 汉武记听了董御书的话 罢楚百家独尊儒师 所以儒家的东西都成了经典 然后所有人都来研究经学 就成为两汉的经学 第三个阶段 是魏晋的旋徒 四百多年来 所有人去研究经学 为了一句话 为了两个字 可以写出一大篇文章 越搞越繁琐 所以到了魏晋的时期 就没有人再想去读这些东西了 然后就读三本书 《易经》 《道德经》 《南华经》 《南华经》 《南华经》就是庄子 因为唐朝把他封为《南华真人》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庄子就引起了更多的人的注意 第四个阶段 隋唐的佛学 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 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跟中国的文化融合 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 所以隋唐执行 佛教和圣经 到了第五个阶段 宋明米学 儒学 它的影响 受到了佛教 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所以他必须要寻求新的出路 所以他也吸取了佛教和道家的一些思想 加以改造 创新 就形成了顺明的理学 第六个阶段 就是清朝的普学 普术的普 也把它称为实学 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原因形成的 清兵入关之后 他为了统治汉族人 他还是要用汉族的文化 因为他也知道汉族的文化比满族的 要深厚 同时有一种自卑感 老怕汉人瞧不起他 说他没有文化 所以对汉人非常警惕 老是产生疑心 看见某某人写一首诗 写一篇文章 老就在讽刺他 所以兴起了很多文字 所以很多学者就不敢做这些事情 然后总的要找出路呀 就回头去研究两汉的经学 把那些所谓的经典 就重新进行认真的考证 看他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如何形成的 它的来源 所以这一个考译工作呢 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形成了清朝的实学 或者叫普学 也成为新汉学 汉朝两汉式政兴 重新来加以研究 第七个阶段 第七个阶段 成为民国新学 从民国开始 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 成为新学 这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很多学者就引进介绍国外的一些方法 来重新研究中国的思想 文化以及历史哲学等等 我们回到《道德经》 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特色 确实很学 但是他研究的问题就非常重要 研究就是道 所以就称为道或者道家 实际上道不仅仅是道家才研究 卢家也研究 其他的家也研究 但是没有道家那么集中 研究得那么深刻 所以你读了这一章 你就有这样的感受 同样的 我们来读《庄子》 也要特别重视他的第一篇《逍遥言》 在具体来读《逍遥言》之前 前面有一段《影子》一样的做一个介绍 就是我们提上大家读经典 在将近五年前 在我所在的学校 南京东南大学 曾经召开了一个有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和东南大学 三个学校联合发起召开的一个 中国人文教育的一个高层论坛 在这个论坛上面 我们向全国的大学生就发出了一个创意 进一步的开展文化经典阅读活动的创意书 它的中心思想 就会用下面这两句话来表白 就是要阅读文化经典 提升文化品味 要与经典相伴 与巨人同行 我想我们在座的能不能够响应这样一个创意 从自己做起 认真地去读一些经典 这里面就要解释下 什么叫经典 为什么把它称为经典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理解 西方人也有西方的理解 不要以为经典是中国人谈 西方也同样重视经典 中国人对经典的描述呢 它是从纺织的书语上借鉴来的 纺织我们都知道 有金有尾 纵向的不动的称叫金 横向的不停的在增加的教育 这样才能执生补 然后引申到我们的文化上 就是把那些能够称作典范的 可以作为经 永远地读下去的这些东西 就称之为经典 牛歇的维性标筒里面 他就这样解释 而金者很久之自道 不堪之洪教 就对他的作用即位 得了很高的一个评价和描述 不堪就是不改 无法去把它改动的这些宏大的一些教化 西方人怎么理解 我用了意大利的一位学者卡尔维诺 出了一本书 就叫《为什么读经典》 专门用这个题目写了一本书 开始他又给经典下了十几个定义 我们可以看一看他如何来描述经典 第一个定义说 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们说 我正在重读 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他的一个特点 经典要重读反复地读的书 不是说像有的书可能读完了就算了 所以你听到别人讲 我又读了 我说我第几次读了 我觉得杨树子院士就曾经对文语 做了一次讲座 那次他在清华做的 我当时也在座听了 他的题目叫做《重读文语》 本来我想做一次讲座 叫《我读文语》 结果因为时间的原因 因为我们基地的郭美老师 他说你这个题目 跟我们的杨校长题目相近 怕同学觉得没有兴趣 所以他也建议我讲庄子 本来这次来就是因为杨院士 那次到我们学校做教学评估 然后他特意要求我来 如果我跟他在一起做些交流 希望我把我这几年读论语 读《道德经》和读庄子的体会 做一个全面的介绍 后来考虑这原因 那是这一次就只讲庄子 下次有机会再来讲论语 或者讲《道德经》 其实同样一本书 不同的人读 不同的时候读 得到的体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怕 别人讲过了 你再讲没意思 不可能的 一端读的能语 是他心目中所得到的能语 我读能语 就是我心目中读到的能语 不会是一样的 从这里面你恰恰可以 来体会出不同的人 他的不同的风格 和不同的思想的深度 将来你们读 我相信也一定是读的 你自己心中所体验到的 就像西方经常讲的 一千个人读萨塞比亚 只有一千个哈梦里 所以经典就是要不停地读 反复地读 第四个定义 一部经典是一部每次重读 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事 它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每次读感受不一样 就好像你第一次读它一样 所以永远不要认为 所以永远不要认为 你把一次读过了就算是我 每次读 你会都有新的发现 这才叫经典 第五个定义 它也是用类似的方法 一部经典是一本 即使我们初读 也好像是在重温的时候 即使以前你没读过 一读就发现 好像你读过 事成相识 因为它把你心中的想法 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或者你曾经有 朦朦胧胧胧的想法 但是也说不清楚这些话 它早就帮你说出来了 这就是经典 第六个定义 一部经典是一本 永不会耗尽它 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时候 其实这定义呢 大同小语 都是讲经典的内涵 是非常丰富的 第七个定义 经典作品是这样的一些书 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 背后 拖着它们经过文化 或多种文化时留下的足迹 它不仅仅是它本身 还带了很多附加的信息 拖着很长很长的文化 不仅仅是你自己的文化 还可能有其他的文化 都受到它的影响 读经典 就是有这样的特律 我都跟你讲 我们现在的人 同样的还是在做这样的工作 中山大学的陈少明教授 就把庄子当中的第二篇《奇无论》 作为它的博士论文的选题 然后出了书 升了教授 他就把《奇无论》它的文本 得了理解 然后把《奇无论》 从它面世之后 历朝历代 不同的学者 对它的理解和解释 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 所以它就附带了很多很多的信息 第八个电影 一部经典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它不断地在它周围 制造批评话语的成员 却总是把那些威力抖掉 经典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为它好 还有人批判它 但是不管你如何的批判 时间会证明它们是永恒的 而那些当时可能悬河一时的 那些所谓的批评的话语 很快就会被人忘掉 这样的例子 用中国的孔子来加以说明 是最形象的 文革的时候 都有批名批孔子 五四的时候 同样要打倒孔家贱 但是乘几何时 那些文章 那些人说的话 我们可能都忘记了 而论语到今天 还是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第九个定义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 我们越是道庆图说 以为我们懂了 当我们实际的读它们 我们就会觉得它们独特 意想不到和新颖 第十二个定义 一部经典作品 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 但是那些先读过其他经典作品 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的经典作品的 普系中的位置 比如经典能够帮助我们 理解我们是谁 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边有个关键词叫普系 普系这个词呢 当然是最典型的出现在希腊神话当中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普系 其实任何文化当中都有这样的普系 它不是由单独的一部书组成的 形成一个系列 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普系 这样一个系列 就必须要找到最初的源头 后面有很多好的东西也可以称为经典 但是这些经典都是源于最早的那个经典而得出 所以我们读经典 一个重要的源头叫做 读到最早的这个经典 就像我们今天研究 就是要从基因找所 经典就是一个文化的基因库 我们现在说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库里面 找到它最早的一种表达形式 所以它能帮助我们确认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研究一个人的时候 首先要看看它的基因组成 我们中国人的基因跟西方人的基因不一样 就是要了解基因 同时还可以知道 它到底发展进化了多长时间 它才达到现代这样的状况 知道了你的位置 还可以理解你将来如何的发展 这些都西方人对经典的理解 可以相互的读冲 启发我们 为什么要读经典 相对讲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回答的 在这里吧 我就引用到一中天讲的这大话 昨天我也跟大家谈过一中天 我们本来是 他本来是武汉大学的教授 能力在这很近 现在在厦门大学 他说我们为何要读经典 经典就是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著作 中国有句老话 取发其上得虎其中 取发其中得虎其下 所以读书就一定要读最好的书 最好的书是什么 就是经典 这个答案恐怕是没有人能怀疑的 随便问哪一个学者 都会这样回答 问题是 问题是 为什么 经典有这种作用 有这样的价值 就因为他们关系的问题 是永恒的问题 今天下午呢 跟我们一些同学 座谈的时候 也提到这样的问题 有一个同学来问我 到底 人是什么 以及人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像这些问题 自从有人类以来 就有人问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 永恒的问题 什么是人生 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智慧 什么是永恒 这些问题 永远都回答不完 每一代的人 都有每一代人的回答 不像科学 科学把一个问题 也研究清楚的 后面的人不会再研究 一加一等于二 没有哪个人 现在还从头开始研究 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 但如果是另外一个 含义上 像陈锦润明研究那样的 数数问题 它是另外的 然后他就举例子 他比如说先秦的 读此的 刚讲到先秦子学 你可以从孔子那里 读到一颗爱心 构建和谐 在孟子那里 你可以读到一股正气 平治天下 在墨子那里 你可以读到一腔热血 救助苦难 在韩非那里 你可以读到一双能眼 直面人生 在老子那里 可以读到 生活的辨证法 在庄子那里 可以读到 艺术的人生观 在荀子那里 可以读到 科学的进取心 然后他总结说 在孔孟、穆涵那里 可以读到 人生的态度 在老子、庄子、荀子 荀子那里 可以读到 人生的智慧 这是他自己的观点 我的观点 跟他稍微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们举三个人为例 孔子、老子、庄子 这三个人 就有不同的特律 在老子那里 可以读到智慧 在孔子那里 可以读到 一种人生的气象 后来说明 也是为圣贤气象 在庄子那里 读到的 是一个进见 人生的进见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读 我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几点 先字面读 再深度的读 中国的景点有个好处 文字上没有太大的状态 这只是讲 这些字 用我们今天的字 还可以表达出来 跟西方的景点不一样 西方的 你看沙斯比亚 他原来的那个英文 如果要运出来 现在一般的人 英国人好 美国人好 是读不懂的 当然中国景点有些字 你不太认识 你要去查字典 那还是另外一种 必须那些 根本看不懂要好多了 所以第一步呢 你先字面的读 然后再来 深度的理解它的含义 中国景点有一个好处 也是一个缺点 叫做 言解意该 字很少 一句话就几个字 但是它里面的含义呢 有很丰富 给你每一个人留下了很多的 去思考 去发现的空间 就跟我们现代的文学都很不一样 我现代的书看过去 就一览无余了 出了几个别的书 知道它讲什么东西 很快可以抓住要点 所以现代的书的话 一天读一本两本 那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老子的道德已经五千字 相当于一篇的文章 你要把它很快的读完 可能就不那么容易 特别是要把它的意思 要理解得更不容易 所以要具有一定的深度 第二个是多次读 这有它的深度 所以不是一次就能达到的 要多次的读 反复的读 慢慢的读 不能着急 不能像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或者读琼瑶的炎琴小说一样的 追求它的情节 就读得很快 拿着文书可能一个晚上就读完了 金庸就绝对不能这样 不要急 慢慢的读 第三个 整体的读 贯通的读 触类旁通的读 下学上达的读 下学上达是明运中孔子强调的 下学上达 下学就是说学习我们周围的具体东西 但是要达到一个高度 达到上的 这个就是道 或者说下学人士上达天道 这个叫下学上达 其实我们平常的 我们一个人把课程学好 就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概念 他要掌握它里面的一些定理规律 他的思维方法 达到一个高度才行 第四个就是通读选读 中读横读 这些方法都可以相互结合起来 读能语的这点特别重要 中读 从开始读到后来 横读就是把它按照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他的地址 或者说是同时代的什么人 分开的一个主题 第五点 读书跟读人相结合 你要对这个作者 要更多的了解 你才能够在读的时候 体会到他当时的那种情景 抱一种同情的理解 才能够读到一定的深度 第六点 六经读我 我读六经 是中国古代有争议的两种方法 其实这两种都不要读极端 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同时还可以把 以经读经 以今天来读经 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 你就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第七点就是 文字的迅孤 和意理的推断 相结合 读古文有个专门的学问 叫迅孤 迅 就是考证 考证这个字 什么时候出现的 后来有什么演变 有什么意思 孤就是解释 我们以前讲诗 诗无答孤 真正的诗 是很难有完全 一些充分彻底的把它 来加以解释的描述 因为它的内涵太多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学问 以前称为小学 小学就是文字之学 可是我们现在 没有人去教这样的课 即使是课班的 中文的学生的话 恐怕还没有专门的课程 来教训组 教小学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外国人学汉语 有很多人都是非常彻底 要从一个字的源头 来学起 我们看起来很笨 结果这些人做学问 做得比中国人还要扎实 但是呢 不能够陷到里面拔不出来 把文字搞清楚了 还要整体把握它的含义 叫意义 意义的推断 要把它两者结合起来 有的人呢 偏重于搞文字的训故 但是缺乏意义的贯通 有的人呢 总喜欢从宏观角度 来研究它 但是呢 不结合具体的文字文本 就显得太空泛了 比如说余丹讲这些东西 讲的天花乱坠 古境中外 讲很多故事 可是到底文本 有多少依据 哪些是真正的孔子的思想 哪些是他自己的发挥 所以后来有人评论他就说 在轮椅里面找了几张画 像几个骨头熬成一锅汤 然后让大家喝一口 大概得到的估计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 当然这是一个国学 在心情当中的一种必然的现象 所以我们就要跨越这个阶段 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读文本 自己去读 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到第三个阶段 把这些经典变成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 那才是真正的了解了国学 所以后面就是强调着 温故之心与反本开心的感觉 我们不是为了研究古典而古典 研究经典是为了充实我们自己 让我们今天生活得更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创新 但是这种创新呢 是要有缘的 要和我们的文化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是凭空得来的 那样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我想这些方法呢 也是比较抽象 很难一下子理会 不过我想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 这也是我是慢慢的体会出来的 这地方我就举三个学者 中国地上三个学者 他讲的话 一个就是专门研究庄子的清代的学者 叫林云民一位福建人 他说读书家 必先实得字面 而后分得巨斗 分得巨斗 而后能寻得段落 寻得段落 而后能会得通篇大体 即篇中眼目所著 精神所慧 此不易之法也 他一讲是读书家 他不是一般的读书 真正以读书为业 实际上我们今天就是 受过的教育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读书家 而不是仅仅去读书 我们受了这么多年教育 当然应该成为个读书家了 就学会学习的方法 就叫读书家 第一步要认得字面 第二个要分得巨斗 这个字读读 要读 斗 什么地方断开 你把它断开了 才能够寻得到段落 因为古代的经典 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我们现在当然有人 已经把它做了 但是做的对不对 实际上还是可以研究的 再比如说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参观去玩的时候 看到很多地方的那些碑文 诗词 我们很多年轻人是没有兴趣的 一晃而过 为什么呢 恐怕他不一定读得下来 真正有兴趣的 他就会对这种感兴趣 大家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奥利约和 吴沃革命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中学生 后来参听了 他对文学很喜欢 他当工程兵 经常到深山脑里面去做工程 住在庙里面 一般人没有兴趣 他就对那些碑文很感兴趣 读着读着 都学了很多东西 最后是他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 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会读书的人 他的功夫所在 寻着段落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整篇的大义 而且把这篇当中的眼目所在 眼目所住 精神所慧 找出来 这是最关键的 一个是整篇的思想 到底是讲什么 第二个 他的精华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不义之法 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的 我觉得这讲没有道理 第二段话呢 是明代的一个学者 陈献章 也称为陈白沙 宋明理学当中 他有两派 一个理派 一个新学派 他所谓新学派的人物之一 跟王耀明也算是很要好的朋友 他说学贵之宜 学习做学问最宝贵的 是要知道有疑问有问题 小宜则小敬 大宜则大敬 以者觉悟之机也 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如果我们平常读书 老师讲课 你没有问题 问不出问题 我想这个学生 肯定不是个好学生 他不可能学得很好 所以当老师有经验 你就会发现 看哪些同学会提问题 提的问题越有深度 这个学生就学得好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把看同学能不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 作为考核一个学生重要的标准 而不是看他到底考试的时候考得怎么样 那都是一般的表面的 第三段话 我是反折 从清朝的 讲到明代的 然后再讲到最早孔孟 孟子讲的话 昔 君子生造之以道 你看儒家也很强啊 哦 欲其自得之也 要生造 我们今天对生造很容易理解 对吧 你读了大学 还可以读解就生 这就叫生造 但是那时候生造就说 杨继别的发展 都是要靠道 而到了最後答的目的叫自得 自得之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知之生 知之生則取之左右弘其元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元 左右弘元 这是一个成语 要达到这个境界 就是要一定要有自己的心得 做学问贵在自得 别人的心得是别人的 不是你的 必须要有自己的心得 你到底学到多少东西 就是如鱼饮水 冷暖自知 这是真正做学文的体会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 读庄子要读他的 内欺骗 因为他的欺骗当中 表达了庄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 他的哲学 逍遥游 代表了庄子的人生观 求论 代表了他的认识论 和世界观 养生主 养生主 代表他的养生观 或者可以是一种生命观 人间世代表他的一种处世观 如何处在这个世界当中 德宗谷代表他的道德观 人间世代表了他的生死观 这一点跟很多学者观点不一样 很多学者认为大宗是代表他的一个本体论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 英帝王代表他的政治论 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庄子思想的总体的框架 内容非常丰富 有的人认为这七篇好像各自为政 很明散 其实不是这样 明代 有一个高僧 憨山德卿 一般称为石德卿 石就代表是和尚 他是明代末年 明代末年有四大高僧 憨山德卿是最著名的 安徽全交人 后来晚年主要在山东境内 他讲 庄子一书三十三篇 你只要把他那七篇读完的话 他已经可以了解他的意思了 如果你精透了那篇 得无穷快捧 便非世上俗人已 这个评价相当高 那我呢 建议读庄子 昨天我说是先可以读一些预言 预言比较短小 比较有趣 读完之后呢 就读文本 读他的全文 开始可以先读那篇 然后再扩展到外篇 杂篇 那篇当中呢 你还可以有重点的选择 这七篇读下来也不容易 有人讲 就一篇奇物论 就够你读上一两年的 最近我看到一位成都的一位居士 叫冯学城 现代的居士 好像这部称呼历史上很多 现在很少叫称呼的 但是还是有的 他最近到清华去做的讲座 据我认识老师一套讲座还很不错的 他就写了一本禅说庄子 从禅的观点来看庄子 破着号 奇物论 就讲奇物论 写了一本书 是他讲的 然后别人给他整理 他在这里面讲 奇物论是先秦子学 诸子百家当中 最难读的一篇 他自己办了一个学堂 一个学书院 华西书院 他就要他的一些弟子 你们认认真的花上一两年时间 把奇物论读下来 一定大有好处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同学 就读过这篇文章 将来还有没有这个想法 花上这么多时间 去读一篇奇物论 但是 它确实是很有价值 相对奇物论 他的第一篇《逍遥游》 和我推荐的第三篇《养生组》 就比较容易懂 我今天就想以逍遥游 为重点 因为我们以前都多少读过一部分 来看一看 如何去读 从里面会得到什么东西 如何理解庄子的思想 还能够读出跟其他人 不一样的理解出来 不像我们每个人都会读过 它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来作为复习 还跟着我可以一起来 重维一下 北民有余 其民为坤 坤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若为了 其民为鹏 鹏之辈 不知其几千里也 鹿而飞 其意若垂天之云 事了也 海运 都将写于南民 南民者天之也 这段话我们都熟悉了 从这个话 我们正好得到庄子 一个印象了 大 一下子给大家展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景 其协者 自怪者也 协者言越 鹏之虚于南民也 水及三千里 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六月息者也 野马也 尘埃也 收之以戏相吹也 天之苍苍 其震慑里 其远而无所至极 其事下也 遗若是 则已 写父 水之极也不厚 则写父大舟也无力 福杯水于澳堂之上 则界为之舟 自杯烟则交 水浅而舟大也 风之极也不厚 则写父大意也无力 故九万里则风 时代下 而后来金平风 背负青天 而莫之妖恶者 而后金将突然 调于学究孝子月 我决起而飞 以枪于房 实则不治而空于地而移 喜之九万里而难为 使满昌者 三昌而返 浮游果然 使白里者 许重量 使千里者 三月俊量 之二重又何止 小智不计大智 小眠不计大连 细自欺然也 昭俊不知惠所 惠孤不知春秋 此小连也 楚之南有灵明者 以五百岁为村 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乘者 以八千岁为村 八千岁为秋 此大连也 而盆总来惊以九特文 众人匹之 不宜悲 汤之问极也 是以 汤问极也 上下四方有极归 极也 无极之外 父无极也 穷乏之北 有名还者 天子也 有余言 其广数千语 未有之其修者 其名为昆 有吊言其名为鹏 备若泰山 亦若嘴天之云 团扶摇阳脚日上的九万里 绝云气 复青天 然后突然 且是难民也 池宴孝之月 彼且惜时也 我腾月日上 不过树润而下 翱翔彭浩之间 此亦非之字也 而彼且惜时也 此小大之便宜 可能我们中学里面 大概学到此为止了 下面可能没有读吧 没有 你们下面读了吗 顾夫自孝一官 行彼一乡 得何欲经 而争彼国者 其志事也 一若此意 而宋龙子 尤然孝之 且举事而遇之 而不加劝 举事非之 而不加 地乎内外之分 便不融入之境 诗语 彼其余事 为数数难言 虽然 游游为数人 夫列子遇风而行 宁然善言 寻游五日而后反 彼于制服者 为数数难言 此虽绵虎行 游游不代者也 若乎成天地之震 而遇六气之变 已游无穷者 彼且无乎待斋 故愿 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力 这一段不知道你们中学前 有没有读过 恐怕没有读过完 没有 可能不同的年代 是不是会有些区别 一般的读解呢 就把前面作为第一段 逍遥的第一段 然后再讲第二段 遥让天下于许游 月日月初议而绝火不许 其余光也不余南空 时余将义而游清贯 其余则也不余劳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 而我游师之 吾至事缺然 请治天下 许游月 子治天下 天下记治也 若游待子 吾将为明乎 明者时之宾业 吾将为兵乎 焦辽曹于生命 不过一知 严肃隐和 不过满腹 归修乎君 于无所用天下 陶人虽不知陶 师祖月尊主 而待之 月赌待陶 就这叫那个诊 下面一段是讲 苗孤夜之神 兼无闻于言书夜 无闻言于结语 大如不当 往而不返 无今不其言 由和汉而无极也 大有尽听 不尽人情焉 年书夜 其言未何 月 苗孤夜之三 由神人居焉 肌肤若冰雪 错月若冲子 不顺五谷 西风引路 趁云气 欲飞龙 而有虎四海之外 其神明使物不吃力 而言故俗 无疑是狂 而不信言 连书夜 然 古者无于于乎 文章之观 浓者无于乎 中古之身 其为行海 有龙芒 在 不自已有之 是其言也 由实如也 这人也 这德也 将磅礴 万无以为意 是其乎乱 俗必必焉 以天下为事 这人也 物莫之三 大金祭天 而不地 大汉金石流 土山交 而不各 是其 成垢 必康 将由陶铸 饶顺者也 俗肯 以外物为事 宋人之章谱 而是之月 月人断发闻声 无所用之 遥之天下之民 平海内之阵 网见世子 秒孤夜之山 分水之阳 恰然 尚起 天下言 这是第二段 一般是这样分的 下面最后两段 本来是惠子跟他的辩论 惠子 为庄子月 惠王以我大户之种 我树都成而十五代 以胜收江 其坚不能自举也 剖之以为调 则忽若无所容 非不萧然大也 武为其无用而剖之 庄子月 父子故卓用大乙 宋人有善为不君手之要者 是是以拼闻 是是以拼闭矿为事 客闻之 请买其方百金 聚足而谋之月 我是是为拼闭矿 不过树金 今一朝而预计百金 请于之 客得之 已睡无王 越有难 欲无王死之将 东 与阅人水战 大败阅人 涅地而疯之 能不君手一也 或以疯 或不免以拼闭矿 则所用之意也 今子有武担之户 何不律以为大尊 而服务江湖 而由其户落无所容 则福子有有棚之心也 接下来 惠子为庄子月 吾有大树 仍无位置除 其大本拥肿 而不重神墨 其小之卷去 而不重规矩 地之徒 降者不顾 今子之言 大而无用 众所同去念 庄子月 子都不见 离生乎 悲生而乎 以后熬者 东西跳两 不必高下 重于击毙 死于亡谷 今复离柳其大 若从天之云 此人唯大义 而不能止数 今子有大树 唤其无用 何不竖子于 乌何有之乡 广莫之眼 彷徨虎 无为其策 逍遥虎 亲卧其下 不妖精 乌无害者 无所可用 安所困苦灾 这就是 逍遥文的全文 读完之后 有一个什么 总体印象 是不是庄子 很自由自在 逍遥勇 历代的学者 读完了之后 要抓住他 他整篇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所谓的 眼目所住 精神所惠 这个字 就用不同的学者 用不同的一个字来代表 有的学者说 大 得到的印象就是大 中央子就是要用这篇文章 表达他一个大的字 今年的七明节 中央电视台 请于丹和易中天 爬泰山 一路上就讲 中国历代的名人 走到南天门上的时候 于丹就讲 庄子的逍遥文 他就把前面那一段 持小大之便言 前面那一段 讲一通 然后就讲庄子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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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就是这种观点 起这种观点 很快就被另外的学者 和所谨教了 提醒了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什么字 油 油和大 显然不是同样的代理 所以庄子强调就是油 这是一般到现在为止 普遍的强调 后来还有一些强调 强调庄子在这里面 突出一个字 是无淡 无所欺淡 无淡 所以要做到油 这根本的就在于要无淡 这是第三个观点 这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我认为还一定的要真正抓住庄子的核心 所以我今天强调了 这是 它的重点 有大的含义 有油的含义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强调的 逍遥油 不是一般的油 不是一般的油 至于大致我觉得就不太笨 但要做到逍遥油 需要一些条件 无淡是其中之一 但还不是最根本的 那么如何来体现 我来一步步的跟大家来分析 首先整篇这个文章以前是不分段的 现在一般的人所有注解都把它分为三段 就是我刚才打的这个PPT上面讲的一二三 我认为这个分段就有问题 实际上整篇文章是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指小大之辨人 就是利用昆彭这个形象 和这些小的动物 是吧 调与学究 及词验 它们的互相之间的不理解 来衬托出小和大的区别 这个辨不是辨论的辨 不是说你看我我看你的辨论 而是分别 分辨的意思 小和大是有区别的 所以就后引出了下面是 小字不计大字 小年不计大人 所以小和大确实是不一样 但是后面呢 整体实际上都是 从这样一个动物的世界 转化到人间的世界 而人间世界里面 它强调的是三句话 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圣人无名 然后呢 再用具体的预言故事 来展开 什么理解叫圣人无名 怎么理解神人无功 然后 再怎么理解智人无己 而且一般学者认为 无名 无功 和无己 或者讲的是 圣人 神人 和赤人 都是一样的 是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现在学界里面 大概是 几乎都是这样的理解 我认为恐怕不一定是这样 那么要做到这样的境界 达到这样的目标 我强调的是 要无弹 后面整个这一段 是一个整体 实际上就是要按照小大之边的思路 来辨别 什么叫有用 什么叫没有用 什么叫有名 什么叫无名 什么叫有功 什么叫无功 什么叫有己 什么叫无己 什么叫有代 什么叫无代 所以可以把它快活为 叫有无之便 因为它有六个方面 是吧 无代 无己 无功 无名 无用 还有一个 无为 最后一段话里面 你看 彷徨虎无为其策 无为这两个字 大家知道道家是非常重视的 老子 他的学说里面 就是以无为为核心 这一段话里面 庄子跟他是一脉相承 所以一共有六个无 相对于有六个有 所以他通过有和无的这种分别 表达他自己的思想 而这里面最根本的 还不是无代 而是无己 然后要强调一下 无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们一般讲没有 这个不对 无不是没有 是有 但是你要主动的把它忘掉 这才叫做 所以无者忘也 所以很多人呢 读了少少以后就是说 无名 我就不要名 我也不做事 无功吧 对不对 那这种人活在世上 有什么意思啊 光是提上这样的人生观吗 显然不是 你要做事 你要有名 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忘掉 不要老把它作为自己心中 念念不忘的东西 把它作为目标去追求 实时地守住 那这样的人生就没有自由 那就不是逍遥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逍遥这两个字 到底代表什么含义 历代有很多学者都解释过 逍遥最早写的是 三点水这个销 遥是提手旁的遥 我们可以在诗经里面的这首 针锋轻人里面找到他的 针锋轻人在销 世界飙飙 二毛虹桥河上户逍遥 当时的版本就是一个三点水的销 和提手旁 这句话本来是讲 在清这个地狱 这个地狱不是清朝的人 清这个地方的一个军队 当然是因为晋国和其他的国家 之间的矛盾 要引发战争 到道理这些士兵应该整装待发 但是由于当时就亡了 他有异心 所以使得这些当兵的人 没什么事情干 在这个地方很自在的 没事干 虽然他的装备很好 世界飙飙 他的军旗也很鲜明 拿着长矛二毛虹桥 但是结果处于一种 在河边上很逍遥 没有事情可做的这样的状况 军心动摇 人心消解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根本就不如是讲 好像很自在 他是一种特殊的原因 造成的这个状况 后来就把这个字 逍遥理解为消想 也就是徘徊的意思 也就是理解为 好像是一种游戏 唐朝的陈玄英 大家这种要了解一下 研究庄子的人 最早的是郭相 影响最大 然后到了唐朝陈玄英 还有路德尼 这几个人做著做事 都对庄子有很多一些好的见解 来帮助庄子的一种传播 他所解释的 他让人不在自己的 引用了另外一个故同伯 他讲消者消也 谣者远也 然后叫消尽有为内 远见无为理 以思而游 故业逍遥有 他是这样来解释这个题目的 他这个解释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抓住了有为和无为这两个概念 如果你真正理解了无为 然后用无为来游 才是逍遥游 所以不是一般的游 如果你有为而游 就不可能逍遥游 路德明他解释叫 闲放不居 遗食自得 这个解释呢 我觉得就要偏的远一点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 逍遥游就是自由自在的 是吧 什么都不管 清朝的王先谦解释是 逍遥游户外 任天而游乎雄言 这个呢我觉得 还没有抓到本质 王夫之 他解释为 逍者过而忘 强调一个忘字 遥者隐而远 现在我看来 遥的理解大体上 就是理解为远 遥远 遥远 我们现在连在一起讲 这个意思估计还是对的 因为他在文章里面讲 彭从北冥飞到南冥 这是非常非常远 所以讲遥是远 我同意 但是肖呢 我觉得可能不能够简单理解为三真水这个肖 我把它理解为高 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人来这么理解 我查了朔文解誌 查了词言 没有查到 说是肖可以解释为高 但是我们看庄子的原文 它确实要表达了一个高的 团扶摇了上九万米 为什么它要突出一个九万米 就是强调它的高 所以只有把高和远联系起来 才成为一个整体 所以逍遥游就是一种高远游 飞得高又飞得远 这样的游 才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 第二点 有些人把庄子的思想称为三个主义 昨天我也介绍过 自然主义 相对主义 和游式 就是因为庄子的逍遥游 庄子确实重视游 但是不是一般的游戏人生的这样一种 完事不公的态度 从他本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来 妻学无所不亏 做学问做得相当好 所有人都佩服他 所以楚威王想请他去当展相 他不去 别人不理解他 以为他完事不公 然后向上讲的话 讲着别人不理解 这实际上 是因为他所出的这个时代 就造成 因为他已经看透了当时那个时候 是不可能有什么多维的 处于昏丧乱象之间 你还能做什么事呢 除非你跟他同流合污 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临则保身 宁愿自己自由一点 也不愿意跟他们去同流合污 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不追求所谓的民和利 而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 但是这个自由呢 不是游士主义 如果把它看成是游士主义的话 那就会误导很多年轻人 那些人读了庄子之后 觉得完事不公了 那就完全错误了 这个责任就不应该由庄子负 而应该由这些读的人自己负 而他这样一个游 如果你要偏要用游士来读的话 我觉得必须要加上一个限定的行用词 我把它称为一种叫高远 就是志向高远的游 你读完了庄子 整个游战后 确实感到它的志向非常的高远 所以它这种高远 就代表了它一种超越的思维方式 所以这些小动物不理解 它的所谓的无己也好 蜈蜈蚣也好 蜈蚣也好 蜈蚣也好 都是一种超越 它是有 而超越它 不是说我没有 我不要 你什么事做不了 你不去做 你以为你多逍遥 这种逍遥 就不是庄子的逍遥 它着重你是一种超越 超越功名 超越了自己 超越了有用 超越了有为 而达到了一种 无己 无功无名 也就是忘记自己 忘记老功 忘记老名 忘记老用 然后一种无为的这样一个境界 我刚才讲 很多学者强调说 庄子最重要强调的是无弹 前面讲 不管是蜈蚣也好 还是宋龙也好 都是有所弹 虽然蜈蚣可以御风而行 凌然善也 但是他必须要凭借着风 他才能够免乎行 所以他说落乎 趁天地之震而于六弃之变 比起乌乎待瞻 这时候他才没有戴了 无戴了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无戴 具体好像表现在 趁天地之震与六弃之变 六弃讲的是六种自然现象 后来把它解释为阴阳风雨惠明 如果你随着不同的气候环境 你能够随着变化 那你就可以无戴了 有风你可以寸风而行 有雨呢 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境界 他没有描写 就是不能死守的一朵风 然后我有风 我可以走十五天 然后没有风 我就照平下来 所以还是要依靠外戴的条件 如果真正能无戴的 关键就在于无几 我刚才强调了 不是没有 不是说一个人没有自己 不可能的 人肯定有自己的观念 而是强调忘 忘记 所谓忘记呢 所谓忘记呢 明朝还有一个学者 叫陆熙心 他讲 就是心随万物而无心 勤顺万事而无情 这就是忘记 会叫无极 你随着作为的环境 条件的变化 你跟着变化 而不固执 而不固执 固执的想着自己 这就叫忘记 也叫无极 所以无极 是最根本 一个人做到了无极 才能够体现为无怠 才能够做到无为 所以无极的含义 就是要把自己融入到自然当中 成为一体 而不是说老想着自己 突出自己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来思考问题 我昨天讲过 这也是我们当前 人类面临的最大的 一个问题 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和自我中心主义 这跟庄子的思想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它提倡的是什么 但是这种无极 又不是我们文革当中 所提倡的 说一个人要毫无利己 专门利用 这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讲一个人 要他毫无利己 专门利用这个提法 我是不赞同的 我们只要问一问 讲这种话的人 你自己做得到吗 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 我能做到 你做不到 那你为什么要求别人这么做 所以这就是不合理的东西 所以老子讲一个人 总是有私欲的 他从来不提一个人 叫真正的所谓无欲 他是讲少私寡欲 庄子讲无己 只是要顺着自然 人活着要吃要喝 否则你就活不下去 这都是合理的 但是不应该有过分的要求 刻意地想着自己的享受 那就不是一个无己 不是忘记 不是忘记 所以我觉得庄子的思想 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是可以接受的 也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我来做讲座 我并不刻意地 要显示自己 好像多高上 比如说学校 按照正常的规定 给我抽金 我说我不要 我恐怕没有这么高理局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但是如果别人给了你钱 你说这么的钱太少了 你要多一点 我觉得这也就 显得你的境界又太低了 你顺其自然 我曾经到很多地方 各种场合都讲座 不管对方给我多少钱 给我 给还是不给 我都欣然地接受 不给我钱 我尽我的义务 给我一百块钱 我接受 给我一千块钱 我也接受 这就叫顺其自然 我不知道这样的态度 比如这样的做法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这就是一个自自然然的人事的态度 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态度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 就应该多提倡一点 这样的实事求是 不要去空喊大口号 因为我们会发现 很多人口号叫得越小 他实际做的 跟他的差距就太大 包括我们有些宣传 我觉得做的也很不合适 前几年湖南省的 一位纪委书记 郑培明 本来是一个先进的典型 做了很多好事 想着老百姓的利益 做介绍的时候 前面写的东西都很感人 但是最后用了一句话 结尾 说 他的胸中装着老百姓 唯独没有他自己 我就对这句话很反感 郑培明真的他心中就没有自己吗 没有他的家人吗 我们非要用这样的标准要求别人吗 只要多想到老百姓 就已经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刻意地要求这些先进人物 就没有自己 没有家庭 这就没有必要了 今天我们四传发生地震 我们每个人出自内心 自觉地尽自己能力 政治 以着觉悟来捐款 就体现了中国人的 这样一种 浓于水的情感 也体现了人性的一种光辉 这个非常好 所以出现一种空前未有的好的景象 但是后来呢 有些事情就做到不一定很合适 当然也许我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来讲这样的话 我只是说 我们如果真正地 研究了人性 或者真正地懂得了 我们这些经典 这些光辉的思想 可以用来反思我们自己的 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中国为什么 有时候经常得不到外国的一些媒体 自己和民众的了解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疑问 甚至有一些很反面的话 我们老是想 好像指对别人怎么怎么样 但是没有反思一下 我们的有些媒体 我们有些宣传的部门 他都是用一些不合适的一些方法 一些文字 来描述中国人的一些做的事情 你的工作 哪怕你的成就 我看你们的报纸上有一篇 就请梁文道 来讲了一个 当前的什么民族主义 什么这样的 西方的反华的形式 他就有一个重要观点 我很赞同的 就是不要认为好像西方人 故意的跟中国作对 有这个一个巨大的阴谋 其实就不是 就是我们要反思自己 我们有些说法 到底合适不合适 近几年余秋雨先生 经常把这个话题来加以展开 希望我们这些媒体 我们这些官员 要注重 注意这一方面 人就是人 在中国历届的领导人当中 西方比较欣赏的是哪一位 在实际上 朱荣基 而我们国内很多人 还对他有种种的一批评 他到美国去访问 结果使得美国所有的民众 所有媒体 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为什么 他都讲得发自自己内心的一样 不唱那些高调 我们的领导人习惯了 要别人写好稿子 背在脑子里面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涂出来 哪像人哪像机器 为什么人不能有点自己的真实的情感呢 我当了十几年教务处长 我从来没有另外的人写过所谓的稿子 发言稿 我也从来不替我们的校长写发言稿 你连这段本你没有 你当什么官了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觉得 都可以多些反思 另外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问题 圣人 神人和智人 有没有一个差别 我认为是有差别的 我认为智人的层次最高 神人赤之 圣人更赤之 因为无几是最难的 圣人有了名 然后有的人可以做到样子 把这个名可以让出去 是吧 遥让天下雨许游 他可以从行动上代表 我好像是不要你 我让你来当 实际上他还想着他自己 他并没有忘记他自己 神人 他有很大的本事 他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 取得很大的功劳 他也可以把他的功忘掉 但是他还是以他的神人之居 我还是个神人 神正的智人 他心中就没有一个圣人的概念 也没有神人的概念 我就是一个普普普通通的人 我的能力再长也是一个自然的人 做我应该做的事 我的能力再长 尽我所能做我的事 这两种人没有什么价值上的高低 只要你尽到自己的最大能力 我们所有的名和利 所有的层次的划分 都是人为的 就像我们把自己 把人类看得很高 人为万物之明长 那你自己欣赏自己 我们很多人都是自我感觉良好 其实别人看来并不是这样 在上帝看来都是他的子民 你越是这么做 上帝越是感到有好笑 所以我举的这个例子 招商目视 就说明这一点 你为你聪明得很 换一个说法你就高兴了 这样讲你就不高兴 你为你多聪明了 在上帝看来 这都是他所玩的一种小把戏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真正的 如果能够抓住他的重点 正确的认识自己 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 把我和周围和社会和自然和宇宙 看着一个整体 那我们很自然就产生一种 能够推挤及人 能够亲亲人名爱物 就具有这种博大的胸怀 我觉得这样的社会 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一个和谐的社会 我们今天提倡 要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国家 和谐的世界 其实都要从这些 具体的事情上找到 而不要把自己摆成一个 高高在上的主人 让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这样做 就跟这个原则是被盗而止 然后我们读完这一篇 如果再问一下 到底谁是真正的逍遥游 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 以前都认为是彭 彭从北冥飞到南冥 而且团服要得上九万里 好像他很自由 行动到一番 他是不是真正的逍遥游者 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他不是的 因为他必须要凭借六月息 去以六月息者 这句话呢 以前解释为 一去要飞六个月才能到达南冥 后来认为 那个息呢不是指休息的息 而是指风 因为后面有一个生物以息相吹 以息就是与它的呼出来的气 产生的风 相吹 所以大鹏从北冥飞到南冥 是靠着六月的海运 形成的海风 才能够飞到那么高 才能飞到那么远 那这个情况跟列子 预风而行不是差不多吗 没有这个风 它也飞不了那么远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可以说 大鹏不是真正的逍遥游 但是即使如此呢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退一步 从文学的说法来讲 我们又通常把它作为一个 志向很高远 这么一个代表 也可以看得是很逍遥 所以 李白就专门写了一个大鹏腹 我们历来也把那些 志向高远的人称之为 有鹏城万里之志 所以这点呢 我们可以不必太过分认真 你从不同的角度 看你切中哪个方面 你说它逍遥也行 你说它还不够逍遥也行 但是另外一个 我们拿姚和许游来比 这两个人到底谁是真正的圣人 开始用为许游 你看 遥把天下制好了 拱手让给他 他不要 好像他就是 圣人无名 其实呢 我的观点正好反过来 遥应该是真正的圣人 我 要让给比我更强的人 因为传说这种许游是他的老师 所以他让 这位许游比他能干 所以就让给他 但是许游呢 他并没有真正治理过天下 他没有取得真正的名 一个没有名的人说我不要名 那这种人能算圣人吗 就相当于一般的影视而已 他有才干 有知识 这点承认 知下也很高远 但是他没去做真正的事情 没有真正的建功丽业 获得实实在在的名 你说他不要名 那是真正的圣人吗 那可能不能作为圣人 所以昨天我把这个故事完整介绍 是吧 遥把天下让给许游 许游不要 第二次呢 遥进一步的说服他 他说你不要天下 你可以当九州长嘛 结果他仍然不当 而且反而认为 遥老师用这种话来搅扰他 就是污染他的耳朵 然后就划到饮水河里面 去用水洗他的耳朵 洗干净 没想到这个水流下去以后 另外一个饮是曹富 正牵着一头牛饮水的 一看水脏了 赶紧把牛牵了 说别喝别喝了 这水不能喝 然后就到上游去 走着走着 发现是许游在洗耳朵 就说你怎么搞 你把水洗脏了 怎么回事 许游讲讲了一番 本来以为曹富会夸奖他自向高远 你看看怎么样 不要名 曹富把许游骂了一头 他说你这是孤明教育 如果你真的不要名 就到深山老林去 任何人找不到你 你没听说你 姚好会找你吗 你就是想 姚来找你 然后你装着不要 显示你的清高 不就是吗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历代的这个影视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阶层 自命清高 心里想要这个东西 嘴上说的另外一套 所以我认为许游不能成为圣人 摇反是圣人 圣人就是说你要实实在在做那事情 得到名声 然后又把这个名声忘掉 不要把它看得是自己的端油皮 看得特别重 后来姚果然进了一步 因为他网见四子 孤苗眼之山 分水之阳 然后恶然望起天下 把天下望起 做了 比原来就进了一步了 当然他还没有打倒自然的结果 所以由此我们来看 到底谁是真正的消遣 苗孤叶三山这些神人 本事很大 是不是也成为逍遥的人呢 他不愿意 把人间的这些事情 作为自己的事情 不可以物为事 这是因为道家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 他认为掌握了道呢 最重要的是用道 来自身 来治理自己的身体 然后其蓄于以为国家 其土察以为天下 所以他说 由此观之 帝王之功 圣人之余事也 就在他们看来 治理国家 治理天下呢 是我业余 有兴趣了 我来做一做的事情 并不是他的所要选择 他的所要选择是把他的身体 就是养生主所强调的 养生 但是这个养生呢 要注意 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养生 光保全自己的身体 而是要养神 保持精神的自由 但是如果说 所有的有本事的人 都不出来治理国家 治理天下 那这个国家 天下怎么能治得好呢 所以他也是 没有责任感的一种表现 实际上呢 他还是想着自己 还没有忘记 也不是真正的逍遥 这篇文章 就没有明确的讲出一个 谁到底是真正的逍遥人 庄子 庄子只不过提出了他的一种想法 一种概念 庄子绝对不会认为 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小优子 他还没有这么自负 因为他是一个绝顶聪明 他就是相当清醒的一个人 他能够把世界的一切都看透 绝对不至于糊涂到 看不到自己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只不过给人类 也处理了这么一个理想的目标而已 可能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达到 但是也不妨把它作为 人类的一个最高的 最理想的目标而存在 这就是我所体会的 庄子在这篇文章上 所要表达的 最重要的思想 还有一个问题 小大之变 是不是说只有大的才能逍遥 小的就不能逍遥了 郭向在诸 逍遥的时候 他就讲 小大虽输 而放于自得之差 则误润其性 似称其能 各荡其分 逍遥一言 岂容胜负于其兼哉 后面讲 他狗足于其性 则虽大棚 无以智贵于小鸟 小鸟无限于天词 而荣怨有一言 故小大虽输 逍遥一言 对这个诸解 历代很多人 都反对 说庄主不是这个思想 这是你郭向自己的思想 确实庄主没有明确这样讲 但是到底这是郭向自己的 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他代替庄主把这个话讲清楚 我认为 他总体上还是符合庄主的思想 庄主讲这篇小大之辩 绝对不是只推崇大的 才能逍遥 小的又不能逍遥 他只不过说 如果你小的 以你自己眼光来看大的 你不理解他 实际上正表明 你有自己的很局限的思想 把自己束缚住了 你是不自由的 因此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自由 但是如果反过来 大鹏要是反过来看不起这小的 恐怕也正好衬托出大的 你也就不能逍遥了 因为他心中想到有自己 以自己的长处来藐视别人的短处 这种人还能逍遥吗 在秦国论里面 庄主就进一步地惨发他的思想 他说 天下摩大影秋毫之末 秋毫的蚝毛的末端 一般的动物流亡马 他这个长的毛叫蚝 男蚝以前我们写毛笔字 到了秋毫 这个毛变得最短最细 然后他的末端就更加小了 他认为天下 末大于秋毫之末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末小于泰山 没有比泰山更小 完全反过来 一般人认为这是六论 无法理解 他恰恰从用辩证的相对的观念来看 相对而言 秋毫虽然很小 秋毫之末更小 但是还有比他更小的 从一个更小的角度看 他就很大了 所以你可以认为 天下没有比他更大的 泰山虽然很大 但是如果你站在地球的角度看泰山 你就觉得很小很小 所以你就认为 天下莫小于泰山 所以他绝对不是说 大鹏就是最大的 大是相对的 如果说单纯以为大才能消遥的话 那么在庄子眼中 没有东西是能消遥的 因为都是相对而言 都是小 所以我觉得过相 在这点上 我认为他的这个注释是对的 所以我不同意有些人批判他 现在很多学者写长篇大论 都来分析过相的观点 跟庄子观的差别 确实是有差别 但在这点上 我觉得是一致的 好 最后我要来全面的解读一下 回到我今天讲的题目 就是逍遥游不仅仅是自在 开始我们一般认为是自由 就让逍遥游代表着庄子的一个自由观 今天下午做团有同学人就说 中国古代有没有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观念 人权的观念 我说是有的 庄子的逍遥游代表它的自由 其无论代表它的民主 孟子 有民本的思想 当然有些差异 但是总体上还是相通的 后来认为自由这个词呢 可能太宽泛了 大家知道西方研究自由的话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的 比如说最早对权威的注册 是英国穆勒的自由论 也叫论自由 当年最早呢 是严富把它翻译过来的 在中国的影响很大 他所定义的自由就是说 在不妨碍别人前提下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叫自由 后来进一步的发展到 柏林所提出的两种自由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清楚 我读这本书 他把自由分成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 就是liberty to do 就是去主动的能够做什么时候的这种自由 消极自由呢 就是免除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东西的自由 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析非常的深刻 以前人们都注重的就是积极自由 我强调我去做什么 这种自由呢 是经常会干涉 影响别人的自由 你做了这样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 你就会限制影响别人的自由 而消极自由呢 我认为是一种更合理的自由 你可以通过自己选择 那不做什么东西 那装整的自由 我认为比较倾向于一种消极的自由 但这个叫消极呢 不是那种贬义的意思 是吧 比如说大家都去想真名夺利 这是一种自由 你真名夺利的时候影响别的人 你要有更多的财富 可能很多人就没有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但是如果我本来有能力得得到 像庄主他可以当宰相 可以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选择之后认为我不去做 然后选择自己这种自由 既是消极的自由 又是一种更合情合理的自由 所以当时他这个研究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批判柏林 那柏林这个新自由主义思想 跟他一起像哈耶克也是类似的 我看在报纸上有一篇 专门介绍哈耶克的 这种文章 后来柏林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叫消极自由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错 进一步的产生自己的思想 所以我说用自由的观念 来表达逍遥游的 其实容易引起一些误解 所以后来有人就用自在 自在接近于消极自由 自己存在叫自在 不叫自然的存在 但是庄子是不是最核心的就是自在呢 我觉得这只是他的一种境界 一种目标 他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手段 一定的途径 才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的人生境界 这样一个人生的目标 就需要自为 自为跟自在 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没有自为不可能自在 自为就是要自己有所作为 然后才能达到自己自然的存在 如果一个人生下来 始终按照一种自在 什么事都不做 那你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 你作为一个人 你的价值何在呢 所以人活着是应该做事情的 而且应该做成一件事 人能力再差 一辈子都可以做好一件事情 就能够体现你的价值 做好了之后 你不一鞠躬自傲 然后忘记你该做的事情 达到一种自在的境界 就可以做到逍遥 在这点上 台湾一个学者叫吴怡 他就写的本书 名字叫做《逍遥的庄子》 他就说 他们把庄子的境界误以为方法 知求无己无功无名 而不知道庄子逍遥的境界的背后 有一种切实的修炼的功夫 他认为历代的学者 读庄子的人 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很重大的错误 所以他自己就写了这三句话 作为公事 应该是有己而后可以无己 无己而后见真己 有功而后可以无功 无功而后成大功 有名而后可以无名 无名而后得实名 我觉得这种境界可以供我们参考 我基本上是赞同这种观点 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庄子 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以前我们很多学者 如果是研究文学的人 对庄子佩服着无己土地 如果他的文学水平太高太高了 他真的是天才 你白话称他是南华老仙 但是搞哲学的人 很多人就批判 搞政治的人也批判 所以他太消极了 产生了很多副作用 很多年轻人读了庄子 就变得完事不恭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分析就是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理解庄子 如果产生这样的后果 是读庄子的人自己要负责 也应该由我们历代来研究 庄子的这些学者 没有真正的把庄子的精神 全面的解读出来 要负的责任 这就是我读了庄子 读了庄子逍遥游所得到的一个提供 所以我认为 庄子的思想的核心 或者是庄子哲学的核心 就是他有一种 一般人所没有看见 也做不到这种超越的思想 高远就是一种超越 只有飞得高才能飞得远 只有要想飞远也必须飞高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广告词叫做 高度决定事业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人呢 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所以看到的都是人眼前的东西 看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协调 是非 名誉得识 把自己的这些东西看得太重 所以就没有更高远的这种事 所以我觉得庄子的哲学 就是一种超越的哲学和哲学的超越 我们理解它的时候 不是从现实的层面 物质的层面看它 而是要从精神的层面 哲学的层面去看待它的这种超越 所以逍遥游 我说它既是一种高远游 更是一种超越游 是高远和超越相结合的 辩证结合的一种游 既是自在也是自为 是自在和自为的辩证结合 既是境界更是功夫 是境界和功夫的辩证图 这就是我最逍遥游的一种结果 当然肯定有的人不一定会同 这没关系 每个人读庄子 会得到他自己理解的方式 我的这些看法也供在座的去参考 如果有兴趣 我们还可以展开讨论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为了方式校园有做了一番解读 下面有问题可以提问 生理的时间也会很多 咱们就提三四个问题 没关系 到处点帐篷 没有化成 他的化成坏掉了 没有化成坏掉了 没有化成坏掉了 他坏掉了 你讲吧 大概是 您刚才谈到就是 毒酵料油 或毒庄子 老子 造成一种 就是现在青年人的外世的租工 或者什么类似的思想 那么我想问就是 然后您您说是 他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这个读者 以及现在也就是他的学者 所以 并不是他们 就是装子和老子 他们的本身 那么 我确实感觉到就是 他们的思想里面 好像 确实缺少了一些 一些獨家的那种 对于社会的 一些责任 还有担当 这种东西 然后我想问就是说 在您看来 在庄子和老子的行政里面 是不是有 这个 关于责任的一些 一些产作 就对社会 或者对对人 或者是 这样一些 一些 责任的一些关系 如果有的话 就是说 是哪里 在 他刚才提这个问题 是很容易 会提出来这种问题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 读到的文字 好像觉得他们的 确实责任感 好像 体现不出来 这一点呢 我们不能够脱离 当时的 时代背景 这些人是有理想 有抱负的 有智慧 有能力的 但是为什么 他没有施展他们的才华 做出一番事业 是当时的那个时代 那个社会的环境 就是当时天下乱到 简直不能再乱了 老子呢 那个时候相对还好一点 所以他的思想 体现得比较积极的 虽然他表面上讲起来 要无为 但是他股指里面是想为 叫无为而不为 无为是按照规律去为 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为 他认为当时的这些 各个国家的这些 所谓的君主啊 国王啊 那些大臣啊 都是出自自己的私利 在这儿去争权多利 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有为 更不能说是无为 所以他要提倡他自己的 道的观念 希望这些人去研究道 认识道 按照道去做事儿 表面上看起来是无为 实际上能够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所以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为 可是道道庄子呢 天下更乱了 乱到已经无法收拾了 庄子他自己里面有很多文字描述这一种 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时候只好明则保身 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做自己力所能做的事情 他做学问 分析当时的各种现象 把它写下来 留给人类一笔宝贵的财富 这不是责任的体现吗 如果没有了庄子 我们今天还能够读到这么优美的文章 这么深刻的思想吗 所以在当时看起来 好像是没有责任感 没有用 没有做什么事儿 实际上他做的事儿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 《人间事》里面 实际上也体现了他的责任性 有些人要去当 要辅助太子 有些人要去当宰相 有一张朔课 他分析都有很多危险 跟这些人出主意 你怎么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好 他还是有责任性的 只不过他自己不愿意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能够清醒地看到 这里面所存在的问题和危险 然后提醒这些人 你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一定要跟当时的时代背景 要联系起来 按照陈英确先生讲的话 我们研究古人的书的时候 一定要对他们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心 而不能简单地在里面挑毛病 批判他 挑毛病批判他很容易 你过了两千多年 你当然可以找很多新名词 更加冠面堂皇的一些概念 来讲他当时存在的种种的不觉和缺陷 但是这样做 并不能表示你比他更高明 因为他当时处在那样年代 那样的背景之下 如果我们想要表示自己的高明的话 你应该写出比庄子更好的文章 写出比庄子更深刻的书 让我们得到更深的启发 或者说你在实际性中 去做一些各口的事情 用这样来表达自己 所以评庄子绝对不要去 钻到这个牛角尖里面去 所以他没有责任心 然后就光去看到他这些消极的一面 吸取到积极的一面 他竟然有这么高远的志向 但又有这样超越的一种哲学的思维 把这种方法 把这种思维 把这种境界用到今天 我们今天时代比他好多了 可以做出比他更多的更好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读庄子的最重要的地方 最有价值的地方 我这样来答 谢谢大家 刚才这个同学问了 因为很多人都这么说的 《逍遥游》和《奇物论》 是庄子的两篇最重要的文章 他希望我谈一下 《逍遥游》和《奇物论》之间的关系 这地方我可以展开一点讲 庄子的内器篇 我刚才前面讲过 其实是一个很严密的 有着很紧密联系的整个的七篇 我没有套的乳盘 乳盘上面 我把它的七篇分成两大部分 称为体和用 体就是它的思想 体现在《逍遥游》和《奇物论》里面 《奇物论》代表它的人生观 不是 《逍遥游》代表它的人生观 《奇物论》代表它的认识论 和它的世界观 这就组成了一个人看待世界的一种根本的方法 看待人生的一种根本的方法 《奇物论》一开始就讲 南国紫棋 表现的跟平常不一样 他的弟子《严陈子》就问了 老师今天怎么不一样啊 然后他就说 你问得很好啊 确实我今天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他看他的老师 好像一个枯的木头一样 就生如稿木 息如死灰 他说我今天达到了一个 无上我的这个方法 无上我是什么 就是忘记了自己 所以他就进一步 把《逍遥游》里面的自人无几 无几就是忘记嘛 这个思想接过去 然后就展开 它下面整个人已经达到里面 最后讲了很多很多 最后到庄舟梦蝶就结尾了 庄舟梦蝶还有一个前面的预言 叫做亡俩为你 人在光线造势下有个影子 影子外面还有一个影子叫亡俩 亡俩就为影子 为什么他说你老变来变去啊 前面你坐着现在又走 意思是好像太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解解了 结果后来影子就说了一大通话 意思叫表达 其实我也是要依赖别人的 但是因为我忘记了自己 我不去追究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了 你呢还要追究这些东西 老想到自己 所以你不能忘掉自己 所以亡俩为你 就代表着说 人们要做到无几 然后才有庄舟梦蝶 可以梦蝶自己变成蝴蝶 而且认为到底是蝴蝶变成庄舟 还是庄舟变成蝴蝶 最后归结一个著名的观点叫 词之为物化 物化就是达到了一个逍遥的境界 万物都在变化 昨天的我变成今天的我 今天我可以变成明天的人 人可以变成蝴蝶 蝴蝶也可以变成人 看待整个世界都有这样一种变化的观念 叫破直破我 破出了我直的这种观念 就达到 其实这个问题要展开太难了 其无论呢 它本身的题目呢 我就觉得有问题 因为这些题目都是后人家的 不是双子自己的 它不是强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致的 所以叫其无论 实际上强调的是道通为一 所有的物体都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所以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不要人为的去分出里面的高低上下 是非 这些东西 这样才能够使得人和万物的关系和谐相处 有了这些思想之后 就要把这个思想来指导人生 指导社会 所以接下来最重视的 道之真意养生 讲养生主 养生主里面要强调养生 要征照客观规律 圆独以为敬 为善无尽营 为恶无尽形 这是它的养生三个原则 然后达到三个目的 可以全生 可以养青 可以静年 全生就是要保持你的生命是完整的 在当时乱世的情况下 做这也很不容易 所以它的人见世 就是要教人们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怎么来保全自己 然后 又进一步的描述了一些外形残缺的人 但是由于重视他自己道德的修养 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所以达到了养生的命 养生不是养行 而是养神养德 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将人如何来看待生和死 就在大宗室里面 做到生死一如 天人 这样的人就是大宗室 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这实际上代表达到道的境界的这些真人 这就把他养生的三个方面 读得很详细的 最后一篇印帝王 虽然他讲 帝王之宫是圣人之余史 真正的圣人懂得道之后 他不是为了来治天下 但是呢 如果他有兴趣 哪怕作为业余的 也可以把天下治理好 所以他大宗室 就是要强调 懂得了道的人 如果能用无为来治理好天下 不要自己 按照自己的想法 好像要成就一番大业 结果到最后做的事情 往往对老百姓有害的事情 最后他用一个预言 叫混沌 来结束他的对系篇 混沌我们昨天介绍过了 南海之地越苏 北海之地越湖 中央之地越混沌 苏与湖 时相遇于混沌之地 混沌待之圣善 苏与湖谋报其人 也人家有屁翘 以士庭实习 此独无有 日遭于翘 七日 而混沌死 这个预言 预议非常深刻 苏与湖以为 要做好事 帮一个 一个孔都没有的混沌 去遭几个孔 像人 你看有七翘 可以用来吃饭 呼籍 庆拟 这些都可以做 他们认为混沌肯定很难受 我们给他做好事 早起个窍 结果最后 混沌死了 就隐色着 人不要太 自以为自己聪明 帝王也同样的 不要自以为自己 有才干 聪明 你做的事 有的时候可能是做了坏事 如果你不真正的懂得道 那你就会才能见到 所以由此看起来 整个期间 是非常完整的 一片大的文化 有一个学者 有一个学者 叫王孝王 写了一本书 他认为 因为清朝的王福芝就认为 庄主就是为了跟他的朋友 惠子进行辩论 然后来系统的铲除他的思想 而写的这七篇文章 这是古往今来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学者 其实讲得很深刻的文章 当然是不是绝对这么紧密 对吧 就是真正的针对惠子而写的 这个才可以探讨 但是这七篇确实是 构思的非常严谨 环环相扣 所以历来读的人以为他很乱 实际上没有把住他的精神内容 所以没有真正的去解除这种内在的联系 所以对庄主的了解就不深刻 不全面 也不准确 这就是我借这个机会 就把这个问题 刚才我来之前 还有一个同学也问我 他说 他也对人的生死问题 思考得很多 因为我昨天讲的时候 我昨天讲到庄主对人生的思考 是非常深刻的 他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能达到一种生死易如 把人的生死 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进程 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 你活着 就感到特别高兴 死了 感到悲哀 这是一般人之常情 他觉得好像很难做到 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多读一些这样的经典 不断地慢慢地提高自己的认识的水平 提高自己的境界 慢慢地破除你自己老想的自己 这是佛教的最大的问题 也是佛教的最大的贡献 佛教的最大的核心就是空 这一个空的哲学 四大皆空 为什么叫四大皆空呢 他认为人整个世界都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 地 水 火 风 就像古希腊认为所有东西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或者是水 或者是火 印度人文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 如果你把这四种元素看空了 四大皆空 那么所有东西都是空 但这个空不是一无所有的空 而是一种 你要看破 然后又能够看到他的本家 这样就把事情 而不是简单地看破红尘 那是一个浅诚的理解 所以佛教的 对生死问题的看法 也是很高明的 大家知道 所有的宗教 都是对人的生死问题 进行了深刻思考之后 才创业的 西方认为人的生命 是由两个城市组成的 人生前的事件 和死后 能不能够生入天堂的来世 佛教认为人有三世 有前生 今生和来生 比他更多一个城市 中国人呢 一般认为 人只有自己这一生 所以特别地注重现实 特别地讲究实用 所以李泽厚先生就讲 中国的文化 是一种乐感文化 快乐的乐 因为他只注重生前自己的享受 不考虑他死后 到底会什么样 有了佛教的思想呢 好像就考虑多一点 但是也是一种实用的态度 希望佛来保佑啊 什么儿生满堂啊 什么做官发财啊 这类的事 也是一种实用的态度 李泽厚先生这个话呢 说对了一部分 也不全面 他是光看孔子 比如我刚刚讲孔子三乐 就引出中国的文化 主体的一种乐感文化 注意享受生活 追求物质利益 缺乏宗教情怀 信仰的深度 确实是有这样的弱点 但是也不是没有学者考虑生死文化 庄子对死神的问题 就非常深刻 相对于中国的乐感文化 西方的文化 称之为叫罪感文化 圣经里面讲 人类怎么来的 亚当夏娃 本来是在伊甸园里面 过着美好的生活 无忧无虑 结果偷吃了智慧之果 然后被贬出伊甸园 所以就有了生老病死 就有了无从的痛苦 而且这种痛苦呢 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是一种原罪 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 然后就把罪的种子 种子就遗传到所有的人 生下来你就是带着罪 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一辈子 就必须用你的努力 你的劳作 去输罪 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 这样一种思想 就造成他有深刻的一种 宗教的情怀 人活着就是为了上帝 只有上帝 才能让我死后进天堂 否则我永远的记忆当中 也太可怕了 生前的欢乐不重要 死后的进天堂 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西方经历了一千年的中世纪 所有的人都收获在神权之下 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流定 后来经过宗教改革之后 才把人从神权来解放出来 宗教改革是西方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抵生碑 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相对而言 日本的文化有一个特点 也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 词感文化 这是美国的学者本尼迪克特 在一本叫《居于刀》里面所认出的 这些文化的特点都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的文化 还有不同的特点 但这些问题要是展开 还可以谈很多 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只能讲到此为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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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同学问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果庄子活到今天 它能实现它的报复吗 我想至少比当年 它这个环境要好多了 第二个问题 他问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 如何实现像庄子那样的报复 是吧 这个意思 或者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们今天学习庄子 怎么样才能够有助于我们 实现我们的报复 是不是仅仅就是 像庄子那样提高自己的修养 就可以了 好像大体上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这个问题 我刚才已经都讲过了 庄子处于的时代 所以限制了他能够做的事情 如果换一个好的时代 我相信 以他的才华 以他的智慧 这肯定可以做出一段视野 对于做事业也有广泛的理解 是不是一定要当一个官 当人的官越大 成就越大 恐怕庄子也不会这么看 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成就 报复的看法的话 也要有一个多元的思想 不是一个唯一的取向 做有价值的事情 做最适合你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报复 我们今天学庄子 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 他的这样一种超越的精神 要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 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 看待我们自己 看待我们和别人的关系 以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这样子就会把很多关系 就能够用一种比较超脱的心态 把它处理好 省去很多一些不必要的烦恼 我们人在生活当中 一辈子会碰到很多很多不顺心的事情 给人带来很多很多的烦恼 但是不同的人 对来这些烦恼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 读了庄子之后 我想至少可以让你 能够少一些人生的关系 会超脱一些 然后集中自己的精力 时间 去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我想 学庄子一定要抓住他的精神实质 不要抓住他的细微末节 抓住他的精神本质之后 你才能够用到真正该用的地方 这是我一再要强调的 我们学庄子也好 学老子也好 其实学儒家也有些相应的问题 不要儒家好像都是体现在有报复 要修身其家自国平天下 其实如果你自有这一门行使 一心想去治国平天下 往往最后的下场都不是太好 即使你奋斗了一辈子 当了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古往进来有多少宰相 最后没有好下场 有些人无缘无故 坚持正义 坚持原则被罢关了 结果就寓意不得志 最后痛苦当中死掉 这样例子太多 这些人就是因为一心一意的 以儒家指导自己的人生 结果就走这样的人生之路 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眼光 了解更多的思想学派 可能对人生就看得更清楚 你人自己的选择 也会更多样 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你愿意来到儒家的模式 去入室的做一番事业 知其不可而为之 当然我们可以敬佩 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有你的价值 如果你采取其他的方式 我觉得恐怕也会有这些价值 多样化的理解 多样化的选择 这些是我对的这些问题的回答 不知道是否哪个问题 谢谢 有问题的 再跟钱老师单独交流 和世界内员 一共有一个 请问一下 赵老师 您说 庄子说是在现场上 做的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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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